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旅行的这对情侣终于要出发了 第一站他们去的是哪里呢 既不是马尔代夫 也不是阿拉斯加看极光 也不是各种各样名胜估计他们去的第一站呢 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二十多年来没有人来打扰他们 两边的植物很茂盛 刚才向导说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 那个动物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两个脑袋或者四个头的 这边的辐射一直在超警报 后面是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是事故发生后被掩埋的村庄 不过这里面是非常危险的区域 辐射量在这已经超出了正常值的十倍 钙格计数器 就是一种测量辐射值的仪器 它也可以累计我们所吸收的辐射量 它在0.3的时候就开始报警 来提示辐射超标 旅行的播出时间呢 依然是每周四的下午四点半 首播随小 跟着我们旅行的这个情侣一起去旅行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播出时间啊 那另外我们本周也要播出新一集的小说了 这期小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说佳颖的家乡北京 那话说佳颖也是一个滴滴道德的北京大妞的一种感觉 从小呢北京周围的一些地面 总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confused 比方说手帕胡同 耳朵要胡同 七里装三里盒 这些名字都是从哪来的呢 这一期我们的高小兄就为你一一揭晓 就是这么一帮五人建的一城市 然后一帮没文化的人起的地面 汉人接管了以后 觉得这些名字太土了 可是你要改名人又不认识了 所以就用谐音改了很多 现在已经虽然听着还是很土 但是大家知道原来这些胡同叫什么 就给大家念念 原来这个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特别土的名字 原来叫狗尾巴胡同的 现在叫高义伯胡同 就是显得比较文明一点 原来叫这个猪尾巴的叫智义伯胡同 原来叫猴尾巴胡同的 现在叫猴尾胡同 原来叫杨尾巴胡同的 现在叫杨乙伯胡同 就是乙伯 第二个伯伯 听完高小松砍北京的地面 嘉音这种思想之行 瞬间就被勾起来了 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期的小说 我们这期小说的播出时间呢 就是星期五下午四点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嘉音一起来看 我们这一期的小说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环球抢先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